Hello,大家好,我是Elisa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些我最近 三四月春天到的时候我每天都会使用的香水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使用哪些香水吧 首先第一瓶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来自法国的Rules and the Roots 这个香味叫做Sympathy for the Sun Sympathy for the Sun 是一支很明显的 带有茉莉跟牡丹感觉的一支花香吊的香水 但是呢,它在这个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湿润的木头的感觉 带有这种木头的吊性 然后所以呢,你就会感觉好像有一种蒸发感 然后有一种咸咸的淡淡的咸咸的香味在里面 然后所以我最近就很喜欢用这个味道 因为我闻了以后我就会有很有感觉 就是我一个画面就是站在海边 然后它是一朵很美丽的花 但是这个花呢又是有那种 海洋啊水水的很湿润的咸气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就是让我一直觉得就是 欲罢不能 所以如果我就是白天出去的时候 我会用这个味道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花香呢 也不是很有侵略性 基本上闻到的朋友都说 嗯,你今天闻起来还蛮不错,然后淡淡的 然后有一点点的小个性 那这个小个性呢就是因为这个后面的湿润的木头所带来的 下一个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Chloe家的仙境花园系列的 Magnolia Elba 中文呢是翻成木兰花 我喷出来闻的那一下那时候 我是真的有被惊艳到 它做的特别的清透 我觉得不是那种 让你感觉就是说 很像妈妈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一闻到这个就立刻买了 前面开头呢也是带有一点淡淡的 柠檬的感觉 然后渐渐渐渐呢 你就会被中间的这种清透的感觉呢 就是会闻到这个味道 然后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柔 非常的轻盈 然后你感觉就是现在就是前面就是有一大片的花园在你前面 然后白色的闪亮的 非常非常的轻盈美好 所以呢我最近也很喜欢用这个味道 因为它会让我感觉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很需要一种轻松的 轻盈的一种心情的话 我就会闻一下这个味道 会让我立刻有那种 大片大片花的那种画面就出现了 下一个呢我最近很常使用的是 尼古莱之香这一支昂热梨 然后昂热梨呢 说真的其实我第一次闻到它的时候 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我那时候喷出来的第一项 我觉得说嗯 好像有点太甜了 然后但是我后来又再去重新感受一下 我突然就非常非常的爱上它 主要是因为它后面的这股厚掉 非常非常的迷人 让人欲罢不能 这一支昂热梨呢 一开头就是也是很明显的会感受到柑橘掉 还有就是花香掉的出现 梨还没有那么快的就蹦出来 然后渐渐渐的呢 你就会开始慢慢感受到一颗比较青色 就是青青青青草那种感觉的一种梨哦 这个梨应该不是我们就是印象中那种大颗的水梨 它其实是要表现出的是西方的那种西洋梨 然后一种青色的然后很新鲜的刚摘下来的那种梨子的感觉 那其实有一些米古来就是的粉丝可能会觉得说 这一支好像跟早期的米古来的香不是那么那么的出彩 但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对于现在就是比较很多就是刚接触香水的年轻人 其实像这样子的这种果香西谱呢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它的这种西谱的这种橡木台的底蕴也是在的 它更能够让年轻人去感受到这种西谱掉 那不是一开始就很浓重的那种西谱的橡木台的味道 所以这一支像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的 我就真的还蛮常喷的 因为我很喜欢它到最后面厚掉的那个味道跟皮肤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真的真的很美妙 会让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觉得很有尼古来的西谱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过于浓重 因为像尼古来其他真的很有名的 像是公额啊纽约 其实春夏用起来真的是蛮太厚重了 那这一支西谱我个人觉得就是刚刚好 而且也更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使用 那这个就是我最近也很喜欢的一支香水 下一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by Killian的这个 Good Girl Gone Bad 好女孩变坏 那我呢 之前因为我有买它一个套盒 就是有看过前面影片朋友也知道 那这个套盒里面的这一支呢 就是好女孩变坏 然后呢 我就真的很喜欢 我就基本上已经喷了很多很多了 然后所以我打算这一支喷完后我要再去 乌鱼瓶大的因为说真的我实在太喜欢这个 水蜜桃味道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是一个这么喜欢水蜜桃的人 但它这个水蜜桃不是一颗 那么简单的水蜜桃哦 它还是一颗蛮有深度的水蜜桃 太好闻了 我好喜欢哦 妈呀真是太好闻了 哇这个水蜜桃我感觉完全要被这个水蜜桃的征服了 我就是每天都用啊 我就是喷 喷就是喷在衣服上面 还有包括我连头发都喷 因为我很喜欢把香水喷在头发上 当然我知道其实有专门的那个香水喷雾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喷在那个头发上 我可以一直闻到我觉得好爽 你仔细看它的香调表 它里面有写它用到了 茉莉玫瑰晚香玉 就是很多种花 它其实在里面根本它没有写水蜜桃 然后很多人也觉得就是 这根本就是像也是桂花甜甜的感觉 但是这些所有的香气综合在一起的时候 很奇怪的你就感觉它是一颗水蜜桃 就真的是太神奇了 然后它的这种甜度 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太甜了 那其实因为我还蛮算是一个美食调重口 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觉得这种甜度就刚刚好 我还蛮喜欢的 那对于就是真的不喜欢甜味的女生可能就要考虑一下 那这个就是甜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是很看个人的事情了 下一个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Dictic的花都汁水 Ocapital 然后这一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玫瑰广获 这支Ocapital呢我比较喜欢晚上的时候用 因为它后面的这个广获香让我还蛮有放松的感觉 就就是很多玫瑰香气 可是它的这个玫瑰广获结合的比例刚刚好 所以我特别能够觉得就是 不知道啊 就在一天过后如果晚上闻到这个花都汁水 会让我感觉比较沉浸一点 那所以最近的白天我是不太用它 因为我觉得毕竟它的广获在后面还是蛮浓郁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适合可能晚上的时候 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约会 或是你像我一样 晚上想要你知道 Calm Down Relax一下 你可以就是用这个花都汁水 下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是Miller Harris的这支叫做Shurzel 那Shurzel呢 我是很偶然的就是在逛Miller Harris的时候 那个导购有送给我一支 就是我买了其他香 他送了我一支四香 然后我回来喷了说哇我惊为天人 因为它其实呢 就是它其实也是一支像刚刚一样 就是一个玫瑰广获的组合 但是呢它带有更多就是橙香 一种更沉浸的一个木头呢 在后面衬托的 然后它比刚刚前面的这个Ocapital呢 更甜一点 然后木感也更重一点 所以也我最近会用它说真的 其实以季节来说不太适合啦 然后白天的时候 你喷这个味道 别人会觉得 哇侵略性很强 你今天来想干嘛 因为它这个甜甜的这种 乌木还有花香呢 其实是侵略性很重的 但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就是喷 然后自己闻 然后加上可能就是 我现在喷的这个环境 有时候旁边是没有人的 所以我最近就是还也蛮常使用这个味道 然后如果真的喜欢的朋友们 要注意它的这个侵略性 是蛮强的 可是我就是出去的时候 朋友们都说 哇这个味道真的超好闻 你今天用什么香水 因为说真的以目前就是橙香的部分 我觉得它的这个橙香跟花香的结合的比例 算是把握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又带有甜甜的感觉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如果你出去不想撞香的话 这一支Short Soul 应该也是会不错的选择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 五月份的时候呢 也是会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五月份这一阵子常使用的香水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 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留言给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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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